问兵总大排名 现阵营能排第几名 A.第一名 B.二到三名 C.四到六名 D.七到十名 给大家十秒钟时间思考 正确答案是D.七到十名 有人说咋可能 现阵营可是无敌的存在 好我们一一来看 三国十二大兵种排名 第十二名徐楚五位赢 战斗经验项有 升金百战得三星 一族上五项 由玉州相拥构成 非一族非士族一星 装备精良项 属于曹魏禁卫军 装备必须精良 三星累计七星 位列第十二名 接下来是五位并列第七名 第一个 沙漠科的五系蛮 多次发动金南叛乱 战斗经验两星 属于武林蛮族 一族上五三星 有人说 凭什么一族兵总分就高 你搞规划球员呢 不是 是因为中原人的生活 主要是种地 大多只使用过农具 没有战斗经验 一族不同 北方人人擅长骑射 能骑马能射箭 南方擅长打猎 能攀爬能玩飞刀 天生就是上午的战士 五系蛮属于南方一族 三星 装备精良方面 南族一般缺铠甲 但这只五系蛮 特指沙漠科的五系蛮 他被刘备用重金收买 去打仪林之战 推理刘备给配备了精良装备 三星 累计八星 下一个 区役先登死士 在戒桥之战前 击败过南匈奴 两星 军队是梁州士兵 属于北方一族 三星 军队是精卫奴兵 三星 共八星 下一位 陈道的白尔兵 参与过 宜林之战 两星 士兵是四川满族 三星 精卫程度 先帝仗下 西方上兵 三星 累计八星 下一个 离点的李家军 打黄金 打徐州 赶走吕布 经验三星 输于衍州大族 两星 精卫程度 大族有钱 但与进卫军相比 还差一个档次 两星 特殊技能 注意 他有特殊技能 运良专精 一星 累计八星 然后是高顺的 现阵营 战斗经验 史书说 功无不克 详细记载的战斗 是佩宪之战 击败刘备 经验三星 士兵构成 高顺 仪为衍州士族 与高干同族 士兵推理 是衍州士族 士族兵两星 精锐程度 铠甲斗具 皆精练齐整 三星 共八星 有人说 高顺 现阵营才第七 我不服 我倒要看看 前六都是谁 有啥资格 比现阵营还要高 三位并列 第四的 皇家水军 丹阳山岳 虎豹齐 一个一个看 皇家水军 沙孙坚 五战无军 赤壁之战 相反之战 怡陵之战 战斗经验三星 人员构成 是荆州士族 两星 装备精粮 是关羽的精锐 陆训的精锐 装备精粮 必须是满的 三星 特殊技能 他有特殊技能 水战专精 一星 累计九星 丹阳山岳 特指陆训的 经验 之前发生过 多次叛乱 跟随陆训后 打过相反 打过怡陵 经验三星 一族上武 山岳族三星 丹阳山岳 是三国里 一个神奇的存在 刘备 曹草 孙家 都招募过 家家都有 装备精粮 陆训有超能力 好装备少不了 三星 累计九星 虎豹齐 战斗经验 白狼山 打元少的儿子 长板坡 抓刘备的女儿 战斗经验较少 不是野战军 经验两星 尚武程度 虽然不是一族 但却是百里挑一 三星 装备精粮 四个字 天下萧瑞 三星 特殊 骑射一星 累计九星 最后是三位 并列第一的 先是王平的 无当飞军 战斗经验 南方平过乱 北方北过乏 三星 尚武 属于南蛮一族 三星 装备军粮 铁甲军 公奴独剑 精锐部队 三星 特殊 善于翻山越岭作战 一星 累计十星 满分 公奴战的白马玉丛 与北湖征战多年 三星 军队是游牧 胡汉混杂 三星 装备精粮 白马敬畏 三星 特殊 骑射一星 累计十星 李绝 西凉铁骑 演绎中叫飞雄军 战斗经验 三星 不解释 上武 胡枪混杂 三星 装备精粮 一般的胡人 是缺假的 但是董卓的王牌军 不差钱 三星 骑射一星 累计十星 好了 排完了 这个排名合理吗 非常不合理 因为他差了一个维度 那就是兵力 现阵营只有八百人 胡豹齐五千人 陆逊的丹阳山越 上万人 怎么比 所以刚才的排名 顶多算是单兵能力排名 如果加上兵力这个维度 排名就又不一样了 现阵营 先登十四 单兵八星 加兵力八百人 一星 共九星 并列第十一名 垫底 为啥人太少 如果败了 一仗就没了 第十名 徐楚五位营 原本是一个营 后逐渐扩大 有数十人被分为将军 数百人分为都位校尉 推理为扩大到一个军 总兵力推理为五千人 三星 累计十星 第九名 白尔兵 预估为一个军 五千人 三星 累计十一星 接下来四名并列第五 白马一从三千人 两星 累计十二星 虎豹齐五千人 三星 累计十二星 武西蛮 大于等于万人 四星 累计十二星 李家军 大于等于万人 四星 累计十二星 最后四位并列第一名 丹阳山岳 兵力 大于等于万人 四星 累计十三星 黄家水军 黄家水军 大于等于万人 四星 累计十三星 王平的武当飞军 兵力为一军 五千人 三星 累计十三星 李绝的西凉铁记 李绝 郭范 张继 贾许 原为牛辅四大校尉 此主兵力 合计在五千人左右 三星 总计十三星 总结 前四名 李绝 西凉铁记 演绎中的飞雄军 是平原战巅峰 王平的武当飞军 是山地战巅峰 江夏的皇家水军 是水战巅峰 陆迅的 丹阳山岳 是其他地形战巅峰 李典的李家军 是运粮战巅峰 介绍了这么多 其实 不管排名前后 上述各个部队 在分火连天的古代战场上 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我们或多或少 都想象过自己手持长矛 在战场上挥斥方球的场景吧 率土之兵 就满足了我们对古代战争的想象 在这里打仗 需要多维度思考 兵总监的克制关系 是制胜的关键 就像那次 敌方一周 派十万无当飞军精锐 带头冲锋 两百万大军紧随其后 率土里的无当飞军 也善于用连弩和毒箭 爆发输出带控制 野外作战 还能降低自己受到的伤害 我方节节败退 多亏我和我的盟友 提前组建的白尔兵部队 及时落位 利用步兵 克制弓兵属性 绕后伏击 发挥独特的拉扯能力 让无当飞军插翅南非 反败为胜 善用兵种克制原理 再加上地缘策略 步步为因 才能拿下这场总体战 三国兵种各有所强 如何发挥好他们的特点 更是一门学问 你最喜欢三国哪个兵程 评论区里留言吧